起推桿 同時我們要象徵 2017台北市長與圓板順利成功 台北市長柯文哲打高爾夫球 但似乎有點LATS UP 連揮了好幾桿球就是沒有進洞 還好是當市長不是當球員 日前和交通部為了台北車站聯合防災中心 和基隆輕軌隔空校正後 雙方終於坐下來談 賀成旦邀請他 31號到交通部交換一件 你那時候講什麼 我說我先自我介紹 我就是宇宙超級莫名其妙的柯文哲 惠世開了 但在具體共事前 柯文哲說北車的聯合防災中心 北市還是先自己做 可以自己做就自己扛起來做 所以是這樣台北市聯合防災中心 我們這次針對斯大安 當然會建立一個臨時的 不過臨時的他就會一直運作到 將來正式的聯合防災中心 建立為止 所以我們還是 還是在這個 這段期間會有一個 勘用的機制 基隆輕軌涉戰問題要等到8月下旬再研議 除了基隆輕軌堅持立場外 現在中央因為泥沙颱風吹倒和平電廠電塔 要公家機關即日起下午1點到3點關冷氣節電 柯文哲也很有意見 1點到3點把空調關掉 問題是你要叫大家躲去哪裡 所以我們要來規定 我說我們就28度 冷氣該開還是開28度 我說命令要reason 要合理 如果平常我們都下很奇怪的命令 有一天緊急要開始下那不合理的命令 大家已經不肯合作 所以這次是緊急事件還是不合理的命令 先前嗆交通部 現在又不想甩行政院的命令 柯P的堅持 恐怕將引發另一波政治效應